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既台南是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动土后,安南区今日又有一座少棒累球场动土,未来该地将成为安静国小棒球队的训练基地。 校长黄俊杰也说,在优职的场地中训练,绝对可以将球队打造成一支禁旅,不负相亲期待。 安静少棒队已成立20年,更是安南区唯一成队的少棒队,2008年曾赴美参加小马联盟世界少棒锦标赛,最后获得亚军,是当地相亲迎切其望的棒球竞旅。 不过,球队多年来苦无标准场地训练,仅在位居13店的简易球场练习,又因私人场地无法进行整修和扩充,训练效果有限。 所幸在市府提列预算800万,安静国小将拥有自己的球场,预计今年10月完工验收,但是黄俊杰透露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,一年来流标11次。 在变更设计,拉长攻旗后,终于成功发包。 校方强调,相当感谢市府积极推展棒球运动,未来棒垒球场落成后,一定会成为安南区棒运复兴的气息与曙光,成为不负相亲期盼的棒球竞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